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真虎虎聊电影 那么这一期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美国的电影 那么这部电影应该是在美国属于主学类电影 下面我们再一起探讨一下 故事是每部电影都要追求的一个主要的手法 那么无论是好的电影还是差的电影 其实都是这样 但是在这部电影里呢 给大家以一个不一样的故事线索 讲述了这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在很多人看来非常的可笑 那么在一小部分人看来呢 却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看到有些评分非常高 但当然有些评分非常低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来讲一下 他们的故事主要讲了什么 大概就是说一个穷人呢 他是当了这个飞机的机长 但是他自己呢 却非常的穷 为什么这样讲呢 那像中国的情况来讲 你看机长嘛 他就是家庭条件还可以 很有钱 但是这部电影不一样 那么因为在美国 他们机长被定是 机长和空姐 不一定是特权阶层和一些那个 所以说他们面临到的生活压力 也还是蛮大的 比如说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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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部分呢 虽然说在影片占的比重非常短 但是主要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 这个人在还房贷 对吧 当探员问他 你最近是不是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 大概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在问他 他就是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至少中国的翻译他是这样讲的 那么可能在美国也差不多 就是有一点烦心事 但是好像说大家都遇到这个问题 那就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在还房贷 他没有钱的还房贷 跟这个自己的老婆感情也不太好 这就是他所谓的遇到的难念的这本经 那么 有意思的是影片的最后 那么他还是在奋不顾身的 为了这个泛美航空公司 也就是说他们公司的老板 拼命去打工 哪怕冒了自己的生命危险 所以说我们不妨截短的来讲这个故事 故事线索 刚才我是延伸了一下 讲的比较完整 那么截短一点讲 就是说一个美国群鬼 因为当了航空机长 所以说他奋不顾身的 哪怕自己没有房子住 老婆孩子都没有 那么他也要去给美国的资本家 拼命的 尽最后一丝努力去打工 哪怕冒着生命危险 对吧 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 故事讲的是无比精彩 因为大部分时间他没有讲飞机失事的原因 其实我们看到这部片子里面 他是一开头 这个飞机就撞了大楼失事了 我以为他要分析一下 事故的原因 线索 揪出几条线索 引人入圣 把人带入一种 最后呢 大家看得很过瘾 对吧 很畅快 然后呢 故事也讲完整了 讲的高潮也有了 最后呢 让大家理清楚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飞机起飞 对吧 满满的正能量多好啊 大家然后看完电影 回家睡觉 谈清楚了 是吧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他没有讲 大部分时间没有讲原因 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飞机机长 如何救人 以及他们如何完美的处理这个事情上 在这个善后事意上 做的文章是比较足 看完这个电影 不禁让我对他们的这种表现手法 和这样的题材 大为惊讶 原来这种事情还可以 对吧 把作为美国主流的主流的这个电影放在市场上 还赢得了这么高的票 我不禁为他们的这种导演的表现手法和他们的意图 点赞鼓掌啊 在这种热烈的掌声中呢 本次节目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义 或者不满意 或者有任何的积极性的建议 欢迎你在我们视频的下方评论 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了 真福虎聊电影 这次这期节目呢 是我们自发自愿 自己对一些电影的认识 把这些认识 跟大家分享出来 作为一种经费 也是自己理的 当然 有些朋友觉得 拍摄太简陋 应该有专门的演播室 或者光线 那话相对来说 差点也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 那欢迎大家赞助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呢 费用不一定有一定的标准 只要能够说是 达到你心里所想的那个质量 就可以了 那么你想的是我们 这个短片应该拍成什么样的质量呢 类似于综艺节目的也可以 那么欢迎大家探讨 把你们的意见留到下面 把需要多少金额的也告诉我们 那么我们呢 也欢迎大家来赞助我们 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越做越好了